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你今天到单位里去 你感觉这个领导很不好 你肯定给他脸看了 你这个人就没有妙观志 看问题要妙观 你看人家领导坐在办公室 你站在那里打工 你觉得他怎么这么舒服 你知道他比你读书的时候苦多少 你知道他要今天做到做office 要付出比你正常的工人 不知道多少倍的努力他才能坐在办公室的 妙观就是要转换自己的思维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男人经常想 为什么儿子啊 为什么女儿跟妈妈这么好啊 为什么跟爸爸不好啊 妈妈看孩子多还是爸爸看孩子多啊 没办法的 妈妈十月怀胎痛出来的 孩子跟妈妈好啊 男人跟他去争什么啊 男人跟他去争什么啊 孩子跟着妈妈天经地义的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妙观制就是用巧妙的方法去看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就产生了智慧 叫妙观制 行 一个人 自己的行为 那叫意志 你去看任何一个人做事情 能够坚持的人 这个人有没有意志力啊 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人行为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意志 成所作志 一个人成功做的事情产生的智慧 叫成所作志 这个智慧是你成功因为你有意志力 你去看哪一个人成功没有意志力了 所以叫成所作志 都是大乘佛法的东西啊 是就是意志 意志是什么呢 就是人对这个事物判断力好还是不好 你已经形成个概念了 人家一做这个事情明明是好的 可以说不好 很多不愿意读书的人 一看读书怎么好了 一看见人家读书努力的人 这个人不好 那你这个意志已经形成了 这个意志非常重要 在人的深层意识当中 有一个大圆禁止 就是你的意志 所以你的意志干净 意志清楚 意志正确 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正确 叫大圆禁止 你的意志不正确 你一辈子什么事情都不正确 很多女人为什么婚姻会失败了 觉得我的男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找不到这种男人 我全愿不嫁 他一辈子就不嫁 跟这个男人好了之后 他应该这么对我的 你的脑子里的意志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了 所以你左看男人不舒服 右看男人不舒服 最后男人就离开你 大圆禁止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中要圆满的像个禁止一样 禁止是什么 造 造的别人 圆满 能够造的好的东西 心里就存在好的东西 造的不好的东西 心中就存在不好的东西 所以看清意识的本质 就叫大圆禁止 人的意识的本来 智慧叫本质 一个人看好的 应该知道这是好的 看坏的应该知道是坏的 这是你本来的意志 那你说人有本来意志吗 有啊 害人的人是坏人 大家都知道 帮助别人是好人 大家都知道 但是现在有的人在害人 你知道他是坏人吗 你不知道的 你知道很多人骗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跟着他一起骗人家 你不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所以现在社会上 只要赚钱 管他骗人哪 钱赚到就好了 你说这个意识 对不对啊 看清意识的本来智慧 就是脑子里要有本账啊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呀 众生聚足五智 这受想形式 第一个就叫 法界体性智 平等性智 第三叫妙观智 然后呢 成所作智 大圆尽智 其实师父跟你们讲 人间的这个智慧 就是我们心经里面的 照见五蕴皆空 实际上这些 在你的心中都有 你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 有没有本来意识在里面啊 比方说 人家告诉你 哎 这小孩子玩电脑 玩得过头了 如果你的脑子里 经常觉得无所谓的 啊 没关系 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在啊 如果你脑子里一直觉得 小孩子不能玩游戏的 人家一跟你说 谁谁谁玩游戏 你马上第一个概念就是 他坏了 不可以玩的 你们看一个人好坏 你们有没有自己观点啊 你说你们本来 有没有这个意思啊 男人抽烟有什么关系的 有的女人说 不能抽烟 我家不能抽烟的 有的女人说 嘿嘿 一杯酒 一支烟 晒过活生间 我找个老公就这样 又怎么样啊 概念不同啊 已经有 你的意识在你的心里了 所以菩萨讲的东西啊 比心理学还要高深啊 一个人只要一念清净 破除你 设受想行事 你一个人脑子干净 你还有这些意识不了 没有意识了呀 一念干净了 脑子里干干净净了 一念清净 善观内心 如果你清净的脑子 你就会善观你的内心 所以一个人很安静 很清净 没有杂念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在做好事 还是坏事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 我举个简单例子 喝酒的人 你要说你别喝了 喝太多 我喝了我刚喝 我喝了一点点 他有意思吗 老兄啊 你已经一瓶喝下去了 没有啊 我喝一点点 你醉了 我没醉 你不能再喝了 我平时喝很多 你看我醉了吗 他不知道啊 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 我们做人 明明做错事情 人家说你做错了 我错什么 我错哪里啊 不知道了 很多人开快车 人家说 你不要开啊 你终于有一天会出事的 我这算快啊 那你要开跑车的呢 人生啊 要善观内心 要离欲 去五蕴 离开欲望 去除自己心中的五蕴 所以心经叫我们五蕴解控 不要去想啊 因为想的都是杂念啊 你们色受想看到的东西 都是虚空的呀 你们感受也不是真实的呀 很多人感受了 这个人对你很好 跑过去跟他一笑 一讲话 人家理都不理你 你感受对不对 你感受孩子对你不好了 你跑过去跟孩子一讲话 孩子对你很好 不是你感觉的呀 色受想 你想的对不对了 你妄想对不对了 人家没那么想 你这么想了 你就把人家也想成这样 你这个想是对不对了 所以色受想 你行动做出来 你想的错了 你行动出来会不错的 你意识当中的行为 你不错的 你意识错误了 已经固定在你的想法当中了 我的老婆啊 很懒 她再这么努力 你永远觉得她很懒 一个女人觉得我老公很脏 从来不爱洗澡的 她再每天洗澡 你也都说 哎哟就最近洗澡 看见了吗 意识多厉害啊 一个人意识在脑子里之后 你就闯祸了 到超市里边拿一样东西 又没人知道的了 你看很多人在拿 我也拿好了 偷东西啊 你别抓到一次啊 你就麻烦了 你看夫妻两个人 因为有意识存在 他脑子里固定 我这个男人总是很长的 娃子乱丢 你再怎么跟他说 我最近改了 我洗脚了 我的娃子放得很好 你看你看 我不要看 你好不了几天的 你过两天又这样了 你看看 坚固吧 你说要改一个人的意念 意识难不难 有一句谚语叫 充满功德的水 无法注入 傲慢 坚固的容器中 这话什么意思啊 师父今天充满 智慧的功德水 如果你很骄傲 觉得你已经学佛法 学得很好了 你已经像菩萨一样了 你怎么能听得进 师父讲话 无法注入你傲慢的 坚固的容器中 所以佛法要让别人开悟 让你脑子里相信 你说多难 你们想看 你们过去多凶啊 你看看师父 我现在让一千万个人 跟着我在学佛 你们每个人都改了 在改变自己的意识 靠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靠着师父坚强的毅力啊 谢谢大家